我觉得这个距离已经拉很远了 舞台估计要这前面的人了 对 就是这里是XCG的位置 可能会对FM有点影响 但是方向还可以 因为XG那边另外一侧正在被17抽 但是风风侧面找了个机会 先打了白楼马 这波对枪郁郁郁是赢了 是的 血量有点低哦 牵关门 给自己一个缓冲 但是 哎呀 他这里对手也是知道他的血量很低 故意是对我爆了 嗯 不太好架 这个架点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 所以导致近战过来之后 打成了混战 XLG后劲是更足一些的 这波是吃掉了悟空的分 后续的两个人来的稍微还是有点慢的 这种打架的时候 确实差一点点时间都会有很大的问题 哇 小北刚才K的是多少米啊 五六百米外的一个分数啊 嗯 他这里是被K头的 被DT给K了头 嗯 本来是指个111打的 F2004这边 已经是有人提前顶过来的一个侧身 12没有发现 是12是准备观察的 他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整队 对 都在这里 倒不是说是Pero提前预防了这个载子 车也不是很多啊 车可能要报废一辆了 车可能要报废一辆了 马路边上有一个小小的返鞋 另外一边 DSS 哦 这里居然是有一个一穿二的现象 菠菜 而且它是顺补了一个 对 它等于是一瞬间 但是按钻右上角的 这个跳的星期还是比较快的 他一个弹夹还是做了挺多事情的 对 KRG难得的机会 KRG很 要过来直接捉菠菜 还是被他换了一个队友呢 KRG后面两个人在盯什么地方 是不是在盯巨幅的方向 最后一个人 怎么说 还是陷入了犹豫 底波巨幅有过来劝架的想法 那这波赶紧打了吧 KRG可能也不太清楚 对手巨幅的方向是什么情况 这个高打击 刚才灰灰在对方的视角里面 是不太有掩体的 但是航二歪另外一边强一把mini 哦 灰灰的旁边是没有队友的 灰之类是一个人在顶着一侧的 他觉得这两队打的混乱的程度 他低估了这个混乱的程度 是的 DT去攻 204 但是我感觉204这个防守的密度 枪线密度还是挺 挺让DT没太大机会的 是的 现在损失了 但他不太好回得去 说实话这个蓝圈打完之后 我觉得连巨幅都不太好走呢 所以这点大概就是互肥了吧 换就换吧 对就换了 好另外一边的话 我看DT是有一个雷倒 看着有一点突破的态势 巨幅现在想要突围 他想要回到队友小五的怀抱 但是这个路程当中的话是隔了一个整队 对 但是小五侧面压住第一个人 但是第二发弹夹 弹夹的后半段还是没有放到第二个人 XCG有机会划过来 雪魔又是一颗雷把人头给补掉 把刚才应该他雷倒的人给补掉了 嗯 这个 进来先给一个投掷物 哦杰弗艾非常有秩序的一波进攻 是的 这波配合非常好 确实是很有秩序啊 呃 XLG好像他本身这个路 没给机会 配偶继续 在阻止GUDV往队友的方向去行进 因为本身FM他其实是已经在右下者 皮卡多的城头是有位置的 但是好像GUDV 是被留在这里了 FM如果要为下个圈做准备的话 不能只要皮卡多这一点 G-G-R的位置 是的 还是想攻击这个反鞋 人员编制保住 哇 这波真的很惊险 对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PEL的车 那个位置保的怎么样 哦 这里最后攻楼完成 啊 这个应该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吧 是的 因为人实在是多很多嘛 嗯 但是我记得换了盆子 估计效果也没有到特别好 啊 啊 刚才打的那个DDT那边的那个防径 估计就无人生还了 嗯 DT啊 H啊都一定不可能让DDT再进来的 小明星导的位置太尴尬了 是 北部啊 北部刚才 XCG其实刚才插队插到那个巨幅的分战中间 那波特别好 所以他现在北部还是有点主动权的 YLG这个地形控的有点慢了 他们本来是在那个电站山左下角呆了很长很长时间的 啊 这个圈右链突然不会玩了 感觉滞留的时间有点久 得看Regret能不能帮DDT打开一个突破口 啊 这个高点还是很关键的 I7骑车这个时候也在隔壁的啊 嗯 哦 很混乱 是他想过来分杯跟人 但是他又前面前后就是 拉得太开了 那这前面的人都已经进圈了 后面的人还没有起步 如果能真的换到分的话 也就不亏了 得看他最后的结果打得怎么样 对 心态崩掉啊 可乐那边的压力更大一点 因为已经踩到了头顶 看看妹妹能活多久了 哦后面 还有GFY呢 是GFY隔着圈 从最南边抽最北边 对 GFY这把的撞撞过来的效果也很好 现在有个小高点 六圈给了个左切 17的防区正在圈内 嗯17这个时候打把 嗯他就要阻止南边的队伍去靠近他 是的 因为北边的话他自己会打 北边他知道是两个点吧 这个防区不是很好撞 嗯 要撞只能撞大仓这边 是的 撞大仓这边就要被右边扫啊 所以撞点的话可能 嗯 嗯 哦 小C 有一个祖传闪过来的 对 对 对 GFY都是一个跟一个 一个跟一个的 配偶撞另外一侧了 哎呦 这波17 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 能不能拿点分数啊 这波 看到人就补了吧 17 是的 FM也突围失败啊 有一点 主要是山上也会打得比较混乱 地形都不清楚的 你不知道哪里藏过人 GFY 911一丝血摁住 藍波也被炸残 黄志龙这个位置是一个大背身 打到第一个第二个 刚好秒到了头 黄志龙这波关键刺客位 而且还能保一手 藍波接会满边了 一下子这片防区直接易住 呃 位置上的比喻来 东场和西场 方位来说是这样的 是的 方位来说是这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山上的情况 SMS最后 把分 Pero要试图进攻 现在还没有完全调整好的GFY 他想趁势去追击一下 小叮当来找黄志龙了 咦 看到一辆幽灵车 先打911 他们是三个人过来的 一个人在参加 呦 但是黄一鸣就为什么 黄志龙给打掉了 马云龙那个大背身 漂亮啊 这波马云龙的埋伏位置 他们过来三个人过来打 然后居然 基本上等于是 好发无伤 就这个倒地 我们可以扶起来 这不算了吗 对 其实马云龙这样打挺好的 就是利用队友的强势 是的 然后另外一侧的话 DT的残鞭 想要去结合FYM的独狼 去夹击这个SMS 但是SMS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FYM这把绕来绕去 来到第三名 还没有一个定论啊 最后还是一个第三名的成绩 刚才是这个山上打的时候 是因为蓝圈驱赶 所以FYM的站位比较有限 对 然后再加上本身SMS听到车身 他这个防守意识比较强 所以你是有点难突围的 还是防守态势 SMS防守态势 山地战打防守战 肯定是进攻方烈士 对 他们拉了一个人来到了这个防区 你看到了吧 提点一下有没有 哇 这应该是也提前知道一点它的位置 是的 小铃铛直接是左右开攻 山上也打 山下也打 山上下不来了 可以恭喜Pero了 山上真的下不来了 看一下分数 Pero要多拿一些分数 要多拿一些分数 烤鱼 没了 最后Pero